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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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包养 圣父之子 除免赦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赦罪者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曾招选了圣时马骨传布福音 求你使我们 听从他的教会 也能忠心的追随基督的方宗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是为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伯多路中途前书 弟兄姐妹们 大家都该以圈碑的服装 彼此服务 因为天主既借骄傲的人 却赦恩给宠爱圈信人 因此 你们该欣赴在天主大人的手下 在适当的时候 他必挤养你们 你们要把一切挂力 都托给他 因为 他必照顾你们 你们要借着 要醒觉 因为你们的仇地魔鬼 如同炮烧的狮子到处行游 寻找可通知的人 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德抵抗他 也该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都遭受同样的痛苦 那管施恩惠的天主 就是在基督内 造教你们 进入他 永远光荣的天主 在你们受受洗的痛苦之后 必要亲自使你们更为完全 坚定 强健 稳固 愿光荣以前能归于他 至到永远 阿们 我借着忠信的弟兄 希尔瓦洛瓦 给你们写的这封 我认为简短的书信 对你们 并未证明这实在是天主的恩宠 你们应该在这恩宠上站稳 与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 问候你们 我儿马尔姑 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以爱的亲吻彼此问候 愿平安 与所有在基督内的人同在 天主的圣容 感谢天主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万代传述你的真实 我以切知你的仁慈永远长春 我的信实如日之痕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上主 愿昌天赞美你的曲句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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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正义 使他们 成为人扬美土去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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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的必被判罪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 跟随他们 因我的名驱逐魔鬼 说心语言 手拿毒蛇 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受害 手按病人 手按病人可使他痊愈 主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被接生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宗徒们出去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在美里 耶稣复活后 在生天前向十一位宗徒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 但不信的必被判罪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今天所纪念的圣石马尔谷 确实是完成了耶稣所交给的这项使命 尽管马尔谷不是十二宗徒之一 但他确实是通过撰写的马尔谷福音 完成了向全世界宣讲福音的使命 当马尔谷写他的福音时 我们可以肯定他这样做 不仅是他想他自己想与他人分享耶稣的生活 而且主要是因为他受到天主圣神的启示 圣马尔谷以自己的才能写了福音 也是他对天主恩宠的回应 天主把这个使命交给了他 他倾听了并服从了 因此他对基督生平的简短记述 也成为了整个人类历史上 最广为流传的一部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虽然天主没有招教我们写福音书 但他肯定也招教我们每一个人 要完成某一些使命的 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呢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我只想提醒的一点是 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切小事 都是按照天主圣神的带领 在天主圣神的引领下而完成的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天主会用我们这小小的努力 去完成他伟大的旨意的 在我们进入天堂荣服之前 我们可能不知道天主会如何使用我们 看不到天主是怎样使用我们的 但是请放心 如果我们像圣马谷一样 听从了天主的旨意 并送从他的旨意而行事 那么我们所付出的那么一点点 对自己的得救和他人的益处 也将会产生永恒的影响的 让我们继续了解圣神马谷 根据传统的讲法 耶稣举行最后晚餐的那个大厅 就是属于马谷家的 那个大厅也是早期基督徒聚会的地方 我们知道马谷与他的唐勋 巴尔纳伯还有宝露 一起踏上了他们的第一次传教之旅 但是呢 在抵达塞浦路斯后 马谷离开了他们回家了 也许是他受不了传教路途上的辛苦 或者他仅仅只是累了 想休息一下 我们不知道马谷为什么要离开 宝露和巴尔纳伯 但是我们知道 宝露因此而很不高兴 以至于后来 当巴尔纳伯和宝露 准备一起第二次传教的时候 巴尔纳伯想带着马谷一起去 但宝露不同意 后来他们就分道扬镳 巴尔纳伯和马谷为一组去传教了 宝露和希拉为一组去传教了 但是在大约过了十年之后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 马谷在罗马帮助圣伯多禄 担任翻译并撰写他的福音书 在罗马马谷也再次遇到了宝露 并开始为宝露服务 后来圣宝露在《至哥罗斯人书》中写道 马谷是他在罗马的忠实伙伴和安慰 圣宝露在去世前写信给蒂茂德说 你要带马谷同你一起来 因为他在植物上为我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通过种种的迹象可以看到 圣马谷和圣宝露最终也是和好了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圣马谷曾经在传教的路上退缩过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或者是外在的困难 但他最终还是转向了天主 通过他的福音传扬了耶稣基督 并协助圣伯多禄圣宝露完成了天主的旨意 同样的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缺点 或者犯的错误 但圣马谷的榜样告诉我们 犯了错误之后重新开始 从头再来 这是从来都不完的 请记住 天主总是给我们重新开始的 所需要的种种恩宠 请问 你有没有发现天主给你的这份恩宠 让你重新开始呢 愿圣马谷继续为我们带倒 让我们跌倒之后能够依然站起来 继续传播福音走成圣的道路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 卖面饼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 哈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兴奋圣石马谷的庆程 我们向你奉献赞颂之祭 恳切求你 使你的教会 常忠实执行传播福音的使命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你曾将你的教会 建基于中途身上 使教会在地上成为你圣洁的永恒标志 并把天国的福音传报给普世万民 因此 从现在到永远 我们随同所有天使 热诚地向你欧哥 不停地欢呼 圣祭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身 晃彻营销 奉上主名而来的 但受赞美 欢呼之身 晃彻营销 上主 祢实在是神圣的 祢是一切圣徒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只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门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新得的欧净 基督我们传保你的圣事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 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赞你台前 事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主教无成才 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晚善 求你也纯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征 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大圣若瑟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佛 一切憧憬和荣耀 接着基督 血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练和生生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终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民宿显扬 愿你的过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赶给我们热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现意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千神期待永世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人叫万国捕色权威 一切荣耀 荣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在主的爱内互助平安 祝神父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满朝来复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未甜欲 主说请看 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我祝耶稣 我真心全心 在身体胸似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不让我与你分离 请上我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愿我们今天从你祭坛上 所领受的圣事 圣化我们 使我们更坚信 圣时马谷所宣扬的福音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